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MID 函数 那 MID 函数的话 应该是 DATIVE 函数 那 DATIVE 函数里面的话 主要的它的功能 会有这底下的六个项目 那这个六个项目要怎么做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计算 两个日期相差几年 两个日期相差几个月 相差几天 那其实相差几天最简单 你根本连 DATIVE 都不用 为什么?因为我刚讲的等于什么 等于后面的日期 像这两个日期 这个日期怎么样 减掉这个日期就好了 那减完之后 如果它回来是变日期格式 你再转文通用就好了 OK,所以打勾一下看一下 有没有 当然如果你要 DATIVE 可不可以 也可以 那 9554 如果说我今天要算年的话 这个时候 你就不可能说 那到底两个相差几年 你总不能说把它除以365天 不对啦 因为总有那个论年的部分 那怎么办? 第一个请你记得用 DATIVE 但是 DATIVE 函数蛮特别的 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它在那个日期时间里面是找不到的 找 DATIVE 有没有? 没有 但是它非常好用 所以根据官方说法 因为这个 DATIVE 函数 主要是最早是存在于 那个 LOTUS 123 因为以前四算表 最多人使用就是 LOTUS 123 后来才有 ESHEL 可是因为后来 ESHEL 用…大家用手习惯之后的话 慢慢…也当然会希望 它能够相容于 LOTUS 123 所以它就把 LOTUS 在以前那个函数 DATIVE 拿来这边用 但是会有个问题 有专利的问题 所以它不能够直接把它加在清单 可是它可以用相容模式 那所谓相容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自己打 这叫相容模式 OK 那你干脆就把它加在清单里面 不过它一直就是没有办法 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这就蛮好谈的 因为可能要授权金之类的吧 如果说没有 不过这个我们大概知道 也许… 对 所以没有关系 反正就一样 只是说你要用打字的 这个地方的话比较麻烦 但是这个函数实在太好用了 如果你没有这个函数 就真的好像也没有取代它的其他方案 为什么? 因为你要算 说真的没有 DATIVE 还真麻烦 对不对 你要去算哪个论 论连不论连的问题 所以干脆就用它 那这个时候你要自己打 DATIVE 钱瓜符 OK 接下来必须需要给它三个参数 少一个都不行 第一个参数是 比较前面的日期 比较前面的 前面的日期哪一个? 七子日期 逗点 第二个比较后面的日期 两个不能颠倒 颠倒结果不对 逗点 第三个问题是 你要比什么 这两个日期我要比年的话 请你给Y就可以 Y的话记得要给一个字串 所以前后要双引号 没有双引号也不对 最后的话 请你按Enter或打勾 把它打勾一下 特别之后 这个不要打错 因为之前同学蛮常打错 DATIVE DATIVE的话 之前同学打成DATA DATE不是DATA DIF DIF也许是DIF人还是什么 比较之类的 反正大家就记一下 打个勾 OK 它就出来26年 这个比的年有没有 它有个特性 就是说它除了说会比年之外 它还会比两个日期 月跟日有没有满 如果有满它才多一年 如果没有满 就会少一年 比如说以这个来看 1980 2006 是26年没有错 可是如果今天我把什么 把它的10月12 改成8月12的话 8月12 比如说你生日还没到 还不算多一岁 那这个地方也是 Enter会怎么样 它会少一年 有没有发现 25年 因为它还没满 OK 所以如果未来 假如说你那个 处理的公式里面是会计算到很精确的日的话 那你可以用Dedive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你那个公式 不是 你只是说老师我现在只要什么 把年两个相减就好了 那很简单 如果你两不用管有没有满的话 那你可以什么 插入函数用什么 用Ear减Ear就好了 所以Ear怎么样 把那个Ear减掉这个 所以抓过来2016对不对 然后减掉什么 减掉那个Ear 那个Ear的话 可以把前面公式复制一下 贴到后面去 然后把这个B3 有没有 把它改成前面这个A3 打个勾就可以了 有没有26 那不过他会怎么样 不会管说到底他有满没满 有没有 反正他一律都是26年 所以如果未来你的规则是这样的话 OK 那就是Ear减Ear 就搞定了 如果说你今天会 考虑到月跟日有满 才会多一年的话 那你一定要用Dedive 那第二个是慢时部分 如果你要算最麻烦的 相差几个月的话 那你只要把什么 把刚刚的公式 把它改成M就可以 M的话是相差几个月 所以这边的话 假如说我把这边复制一下 这边复制公式过来 然后把这边改成M算 那这样的话 他会直接帮我算完 总共两个日期相差几个月 而且他会顾到 会不会也是一样 会不会那一天有没有满 就是说 这边假如说8月15到10月12 如果说你今天又多 10月15好了 那10月15 8月15 有没有 那个又满了一个月了 所以如果说313 对不对 假如我帮忙是12号 改成15号 Enter会怎么样 再加一个月 OK 意思是说 那个M里面会顾虑到日的部分 OK 不过后面 当然刚好一有简易了 不过你想说 可不可以慢时间慢时间 对没有办法 慢时间 所以我说最麻烦 应该是月份的问题 你如果没有用Dedif 目前看起来 好像还没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好好处理 总不可能全部除以30天 你就是几个月 应该这样会有问题 尤其算那个年支的部分 给月 再算到月 那就产生会 那日的部分的话 其实除了说这个减这个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 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Dedif 里面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YM什么 D嘛 对不对 打勾会不会OK呢 改错位置了 应该是改下面这个才对 假如说我这边把它改成D 那会不会减完之后会一样吗 有没有 9554 一模一样 所以理论上 像这种天数的计算 当然我就不会用Dedif 因为比起来的话 好像这一天姐那一天 通用格式一下 就好了 干嘛 用Dedif 把它打比较多的东西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那再来的话呢 下面这个就比较复杂 下面这几个 那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呢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 它那个月份一定要满 才会多一年 也就是说 它没有满 就不会多一年 所以理论上 它会有剩下来的 就是剩下来 比如说它还没满 那它剩下来 剩一个月 那所以等于是又过了十一个月了 还差一个月 所以它会有剩十一个月 所以你要把剩下来的那个月份 要抓出来的话 你可以用YM 那剩下来月之外 还有剩下来几天 有点像找的零钱一样 那你会MD 所以理论上 我们假如说 要知道剩下来的月 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满 填满 然后再来赶 这边的话你可以用什么 YM YM指的就是说 我年算完之后剩下几个月 所以理论上 这两个日期 剩下来的 它就是八月十五号到 十月十二号 有没有 相差一个月 因为后面的话是十二号 所以它还没满两个月 除非说你后面一样 你把这边改成十五 它就变两个月了 意思是说年算完之后 剩下几个月了 这可能要再赏一下 再来的话 这个年之后剩下几 年跟月算完了 比如说你今天 这个年算完了 月也算完 月的话一个月 再来的话 剩下几天 所以意思说八月十五到十二 十月十二 一个月之后还剩下几天 你帮我找 找给我 剩二十七天 OK 就是八月十五到十月十二 相差一个月 又二十七天 可以理解了 那所以呢 假设底下这个 我们要算出这个人 出生到现在 他活了几岁 有没有 几个月 又几天 这三个 就可以搞定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 但如果你今天不用 Dedif 要算底下的东西 还真的太困难了 还真的想不到 有更好的方法 所以Dedif 不再太重要了 如果不会用他来计算日期 真的挺麻烦的 后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先了解一下 Dedif 并且 视作一下下方的那个 我刚刚提过 这个人出生到今天为止 他总共活了几岁 几个月 又几天 的讯息 谢谢大家